南田南是九龍傳統大型住宅區 其中的購買點就是這部被四周的鹿霸環境所包圍 居住環境相當優靜 而且隨著區內的芯片陸續落成 南田南將會呈現全新的面貌 由惠德峰地產發展的東九龍大型住宅項目Cocoroso 一共提供392伙 主打1房至2房 標準單位實用面積介乎300至497平方呎 主工賞車客及換樓家庭客 另外設有2房三房間隔的特色戶 實用面積都是超過900平方呎 大部分單位可以享有維港海景 區內的交通便利輪近南田鐵路站 一站是觀塘九龍東CBD 兩站則是漁衝港島東CBD 而且輪近東隧直達港島東 張南隧道通車的優勢是解決了張君澳和九龍東的交通問題 而且跨灣大橋及張南隧道只是6號鋼線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中九龍港線預計2025年通車 第三階段是T2主港島預計2026年通車 到時6號港線全面開通瞬間可達西九龍高跌站 大大幫助區內經濟發展 以同區剛入伙新盤海匯來港 本月二手成交暫時四宗 平均成交價約1286萬元 平均赤價約18855元 區內吸引上車客及換樓客都有 以同區新樓為例459呎單位以21,000元租出 赤租來說是46元 租金回報2,5厘 除此之外區內的周邊配套亦發展成數 例如項目附近的曬草灣遊樂場 設有國際標準級的板球鏈集場 多用途草地、緩跑徑等休息設施 是一家大小假日郊遊的好去處 區內亦有不少大型傳統紋身商場 例如麗港城商場、啟田商場、APM、御民坊等 講到啟田商場 大家記得探訪超巨型版的A仔及卡卡 在這個花園與A仔展開奇妙之旅啦 上數街的話 附近的德田街市經過翻新後 新增了一條小食街 引進了十多壺環球美食 大部份小食店還開到晚上11點 適合各位夜鬼啦 其實觀塘一帶都有不少特色餐廳 今次就來到這間以巴黎島度駕鋒主題的cafe 這裡的裝修夠夢幻啦 就好像置身在奔麗現場一樣 這裡不單止裝修靚啊 連食物和飲品都很Ig 啊 還想找地方呢 就要來到被譽為香港好客廚的 觀塘海賓花園 放假時也有不少人過來的餐 亦是一個欣賞日落的好地方啊 最後帶大家看視頻單位 謝謝你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